也一样重点回顾一下 那上个礼拜 主要上课内容 一样会放在这个论坛 所以我们如果实际上上课的话 应该是第 这个应该第八 第九 今天第十次 OK 那这会有个清单 每一次每一次 都有个记录 那当然上个礼拜部分 主要重点就是 重点一定要把Jungle装起 装起来 那安装的方式 我是建议用那个用Setup 它里面有一个Setup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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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去让它 那可能会遇到状况最多就是说 因为你电脑里面装了不止一个Python 所以可能会装 装错位置 可能它预设会装到你的预设那个Python 或者有可能你有装那个Account 也会装到Account里面去 因为Account其实就是帮你把那个Python 大部分东西都帮你把它下载下来了 那当然如果你已经假设呢 那我们手动安装 在云端上我有一个指令 可以直接把它装起来 那应该就没有问题 那没问题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再做后续的那个几个练习 那在原本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装了Jungle 其实你原来的环境 其实可以不需要做任何变动 一样可以去建那个专案 那专案里面的话 上个礼拜呢 我们主要是练习的 总共会有hello1234 那hello1的话呢 基本上很简单 就是一个helloJungle hello2的话呢 就是可以互动 互动呢 就是可以什么 传一个就是你的名字给他 所以hello某某某 OK 那hello3的话呢 就是再建一个Template Template的一个资料 里面就会有一个样板 那这个样板的话呢 就是HTML 那HTML里面的话 只要是传递参数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大瓜胡两个 里面的话 你给他一个参数名称 他就会帮你把你带过来的这个参数 丢到你的Template里面 那这样的方式好处就将来 如果你的网站里面 有几个固定的样板 你就可以用那个丢参数的方式 去改变那个网页的外贸 OK 那另外的话呢 当然这个地方其他还有就是 预设的这个Jungle的环境 它不允许外部的存取 所以你可能要Allow Host 这个地方 Sitting里面Allow Host 这个地方要把它加上一个信号 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如果你执行 你本身有一个固定的IP的话 那就可以再把它修改一下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那个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理论上预设 之前没有发生过的问题就是 理论Template 你只要放在Template资料夹里面就好 但是呢 新的版本就是会有新的Bug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 理论上应该会自动Core一份到Admin的 那个底下资料 那个Template底下去啦 但是在这个新的Jungle版本就没有做这件事 所以变成我们要手动 目前的话 你们再找找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解决方法 或者说它有个改版 目前看起来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那会造成什么呢 它找不到那个Template的问题 那解决的方案就是 也许你就直接把那个 就是我们建好的那个Template 自己自动手动的把它 Core到那个Admin底下的Template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OK 所以这一个 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 理论上 目前知道Jungle有这一个 应该算是Bug的一个问题 那再来的话呢 Hello 4 但是里面的话 当然了 如果我们将来要架一个web网站的话 那当然一定少不了那个图档 也少不了CSS 所以如果说将来呢 我希望在那个网页里面 再加上图档 再加上CSS 那记得这个方法 不是像以前做网页这么单纯 网页直接拉过来 Image Source 跟它讲一下就好 它必须还要先在那个固定的位置去放 然后 还要就是引用的方法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另外的话呢 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就是 比如说呢 我们接下来后面的范例 就是要把那个 就是 比如说前面做过的练习 稍微再把它转换成Jungle的版本 那之前也许我们在Python里面有 第一个范例就是逻辑的判断 比如说你几岁 18岁以下都未成年 那所以我们有什么方式 将来也许传递引述 假设我后面有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这边应该有一个做好的 然后比如说我Run它 理论上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就可以Run的话RunS 把这个Run起来 那Run起来之后的话呢 理论上我希望 然后我这边会有一个H 那刚刚那个做的流程 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反正你第一个 一定要建一个View 在你的View里面 建应该是建一个方式 SayHello1 SayHello2 然后Return什么东西 这个一定是Return一个 比如说我要把那个 这个字串丢到网页上面的话 那你就是用HTTPResponse 然后呢 当然还要注意一下 因为用了这一个 这一个方法 那你必须要在这边 Input一下 这一行如果没有Input 他会找不到这个Response 不过他会记一下 他是放在Jungle里面的HTTP里面 会有一个这个这个方式 那我们用利用这个方式呢 会去丢一些东西 那底下的话SayHello2 其实主要是加一个参数 那参数多一个的话呢 你会发现哪边改变的 主要是在这边 这边多一个斗点的话 将来在你的网址上面 多一个斜线 所以如果会 那当然第一个view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开那个 就是第一个是那个views 第二个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 这一个专案里面的URL位置 URL其实就顾名思义 URL就是在网址上面呢 会找到一个叫Hello1 Hello2 那记得这个Hello1里面没有传递引数 所以不用再加这个东西 OK 那加的话呢 就是一个以上 一个以上的字元 那就把这个资料放在这边 所以如果把它run起来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是 再带一个那个 如果我今天把它run 上个礼拜应该就讲到这个地方 那所以后面 那我这边再加一个 什么 Hello2 OK 然后斜线后面 如果Hello1的话 就直接是print的这个结果 OK 那个应该OK 然后Hello2的话呢 就是要多带一个什么 多带一个谁 比如说我把Terry 我自己的名字打上去 Hello Terry OK 有Hello Terry过来 所以特别注意 带那个URL参数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刚刚看到的 其实就是在这边多一个usernet 那未来如果说你会有 一个以上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可以再把这个后面再加一个 然后再一个斜线 那当然你URL里面 也一样要再多一个 多串一个在后面 那这样的话 它可以接受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 所以如果BMI 如果BMI 你要改写的话 你就是后面再多加一个变数 那它接过来的话 也就比如说第一个是你的身高 第二个是你的体重 OK 它就会从这个地方 接到你的那个什么 丢过来的那个参数 然后呢 你再做后续程式的应用 最后看你要怎么Response它 所以这个中间也许 你BMI中间也许要写一点程式 那个程式的话 其实你可以拿什么 拿之前我们写过的东西 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OK 这个是上个礼拜 我们讲到的部分 那其他还有像那个 Hello3 就是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那个就是样板 Templates 那相对的当然会比较复杂一点的 那样板的部分 用的语法就不一样 不是用Response 而是用这个Render Render的话呢 一样取得Request参数 然后把那个相关的这个样板告诉他 再来 不过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一定要建一个Templates 这个Templates里面 一定要有一个样板 样板的话 比如说Hello3.html 实际上就这里 OK 并且在Setting里面也要跟他讲一下 那将来的话 他就会在这边找一下 有没有这个样板 有这个样板的话 那他就会后面加一个Locals 他的他的位置在那个我们的 庚木屋底下 然后你打开他的话 里面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参数丢过来 那另外我们有做多一个有点 就是加时间 时间的部分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多一个那个 Import一个Date Time 把日期时间也丢到 那个Hello3里面 Hello4的话就是多那个一些 一些土 所以Hello3我们看 Hello3 这边的话 我们一样这边改一下 Hello3 Terry OK 所以这边的话会多什么 欢迎光临 一样Terry 只多一个时间 我把Date Time放进来 再来的话图部分 就多一个Hello4 4的话就是多一些图放进来 那这个地方 Hello4 主要就是多第一个 这个图要放进来 OK 球你要先把它丢到正确的位置 第二个的话呢 这些样式 就CSS 那要把它套用上去 OK 这些如果你都会的话 将来其实也足够大部分 我们会用到的那些相关功能 OK 所以这部分 Hello1234主要是举一些我觉得 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的相关的操作 Hello4 Hello4的部分 我在Static里面多一个CSS 把CSS放这边 另外的话底下加一个Image Static里面好像就应该在Settings里面 已经有做好设定 所以我看 Static的目录在Settings里面 这个目录 所以理论上 你可以直接加在底下 它就可以找得到 OK 这个Templates不一样 Templates你一定要加这一行 如果你少加那个Templates 这一行没有加的话 那它会找不到那个Templates 因为Templates这个名称的话 将来也不见得一定要叫这个名称 你换个名称 但是 主要是要加这一行一下 让它知道一下你的Templates在哪里 那再来就是你的那个 其他部分的Aware 4这边的话就是 再把这个里面相关的东西放进来 那大体上应该OK 所以今天的话请各位 把那个Holo123 四眼里做个复习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 再思考一下 那个判断年龄跟那个BMI的这两个范例 我们稍微改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 也许在那个Junko里面 还需要做什么 像你如果学过JSP的话 你多参数吧 一个以上参数怎么传 那当然刚刚讲过 有没有 Request后面第一个 逗点第一个就是 你要去接收它 所以你要传 UIL上面要多一个接收的地方 然后在你的那个 你的 这个 这个这个 views里面 也是要加一下 OK 试一下